1986年出生的朴敏英已经出到16年 说她主宰屏幕10年多并不过分 去年年底 朴敏英结束了与经纪公司的合约 转而与Hulk娱乐签订了专属合同 9月28日 韩梅蒂社曝光了36岁朴敏英 与40岁财阀江宗贤的恋情 两人约会动态被拍到是在2022年8月3日 当天朴敏英从头到脚都是迪奥衣服 上身穿风衣 头戴余服帽 打扮很是时尚 下午4点5分 在结束了当天的芭蕾舞课程后 朴敏英便上了一辆奔驰商务车 最终停在圆州 而圆州正是男友江宗贤的家乡 奔驰商务车停在了一栋公寓旁 朴敏英先下车走到前面 才发江宗贤走在后面 他身穿Tate Last海军蓝衬衫和爱马仕天蓝色凉鞋 打扮风格很是休闲 已至中年的他身材微微发福 大富便便 之后江宗贤助理接过礼品 据说这是给南方家人的礼物 朴敏英手中提着东西 戴着口罩跟在后面 晚上8点多 众人从南方家父母公寓走出来 江宗贤的母亲看起来很认可这个儿媳妇 两人热聊不断 之后二人又去到了首尔的清潭洞 此地是朴敏英和父母的居住地 看来双方家长已经认可了彼此 朴敏英在韩语圈内是一位顶流 不仅有名气 而且身价很高 一般小鱼小虾的异性还真入不了他的法眼 江宗责身上有什么魅力可以俘获女神的芳心呢 地社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 发现江宗责是一位财阀 地社称江宗责是一个隐形富豪 他出生于1982年 比朴敏英年长4岁 据悉朴敏英在去年12月30日改签新的经纪公司 其实只是一个形式 实际上该公司与江宗责有关系 之所以说他是隐形富豪 是因为没有任何企业 房产和车登记在他的名下 但其实他应有尽有 该媒体跟拍了他们两个月的时间 发现江宗责住在汉南洞最高级公寓 朴敏英也经常出入于此处 两人恋爱期间 朴敏英坐过各种不同的豪车 包括但不限于兰博基尼 宾利等等 对方还送了一辆黄色乌鲁丝给朴敏英作为礼物 江宗责每天喝的红酒都至少5万人民币 但都是股民的血汗钱 以下是精通韩语的热心网友 对地社的报道的一些概括 同时媒体还质疑对方的富豪身份 地社爆料称在2013年到2014年期间 江宗责因诈骗罪曾被判入狱 疑似涉及大额金融欠款 当时被判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和三年缓刑 并且规定接受80个小时的社会服务 不知朴敏英是否了解此事 希望漂亮姐姐能擦亮眼睛慎重考虑为好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演活了蔡荣信就够了 朴敏英却演活了五个角色 每个都封神 最近韩剧真的是好剧不断 例如金高银的小小姐们 本来以为无法翻身 但在第八集的大反转 却让人们看到了神剧的苗头 还剩下四集 不知道它究竟是神剧还是家剧 这还需要考量 南宫民热血律师剧 千元律师上映 首播就拉起了电视台的收视率 果然南宫民的号召力真不是盖的 另外一匹黑马就是陆星才的金汤池 从穷小子到富二代的复仇记的剧情 果然让大家很期待 是不是还缺一部爱情片 来了 朴敏英携手高庚卓开启了新剧 《月水金火木土》题材新颖 并且以播出的剧集来看 朴敏英与两大帅哥的故事特别值得期待 并且颜值养眼 作为一部轻松下饭的剧再合适不过了 看来这次朴敏英又选对了 这也不是第一次选对了 第一名 《黑勒》中可可爱爱的蔡荣信 《黑勒》这部剧在我心中 是朴敏英最好的一部电视剧 她在剧中饰演开朗 率真又坚强的蔡荣信 在剧中 以往不同的是 她是一头起短发 显得很娇俏可爱 而且剧中男女主互动 萌点很多 感情戏撩人 CP感强 打戏炫酷 剧情节奏也快 而朴敏英饰演的角色 也让大家相信 相互爱着的人 始终相信对方 这才是最治愈人的地方 或许这也是这部剧存在的意义 朴敏英成功地塑造了这个形象 第二名 与李敏浩合作的 《城市猎人》中的金娜娜 《城市猎人》中 朴敏英饰演的形象 初次出场时 我以为她是一个 干练又洒爽的保镖 没想到私下是一个 可爱又坚强的小可爱 不过在这部剧中 朴敏英穿着黑色套装 衣服的样子真的太帅了 朴敏英对这个角色的演绎 也让我们看到了她的另一面 这也是金秘书为何那样 选角选到她的原因吧 第三名 金秘书为何那样中的金秘书 剧中朴敏英饰演拥有 完美外貌和过人实力的 财团副会长李英俊的 个人秘书金美苏 她是一个完美的秘书角色 样样精通 但是因为某种原因 她有一天突然决定离职 发生的故事 其实看完前几集 就会发现她为什么离职 也给我们讲述了 这个角色的艰难与梦想 不过在剧中 朴敏英颜值真的是巅峰 一颦一笑都太美了 不论是雷厉风行的时刻 还是嘴巴嘟嘟时候的可爱瞬间 这个角色在她演出的角色中 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第四名 成军馆绯闻 金允熙 这部剧讲述的是 没落的贵族之女金允熙 为维持生计 女扮男装写文为生 阴差阳错 与李仙俊结下梁子 进入成军馆的故事 朴敏英因为这部剧爆火 不仅是她 还有朴友天和刘亚人 宋仲基 果然聚火了火一批人 这群人都是这部剧当中一起成长起来的 朴敏英把剧中那个聪明又坚强的 当起一家之主的女主表现得淋漓尽致 也是朴敏英少有的古装剧 当然这部剧也是不可多得的好剧 第五名 无法阻挡的high kick 有美 这部剧算是她的出道作品 当时脸真的好显小样 这部剧中虽然只是一个小角色 但是在她的饰演下 这个角色的笨蛋美人的设定 一下子就表现了出来 而且还很招人喜欢 所以这也是她引起关注的原因 所以这作为她的第一部戏 表现这么好 当然算得上经典的角色 还是很不错的 总而言之 虽然在热播中的月水金火木土中 因为太受引起了连垮了的争议 但是她动态中还是很漂亮的 只是有点太瘦了 但是朴米英的角色都是很有特点 虽然好多人都说 她在舒适圈中演戏 但是其实每个角色看来的话 还是很不同的 你们觉得呢 你们追了月水金火木土这部剧了吗 你觉得这部剧将会成为 朴米英的第六个经典角色吗 你们最喜欢朴米英哪部戏 哪一个经典的角色呢 接下来说 换脸数十次的朴米英 脸这么快就崩了 新剧状态受到认不出 近日朴米英在社交平台 发布一组自己的照片 照片一出 让不少粉丝大为震惊 一向以甜美著称的朴米英 怎么变成这样了 整张脸受到拖像 无关看上去非常奇怪 不少网友表示 难道是又动了脸吗 最近她的新剧开播 看过剧的朋友有看得出来 她整个人状态已经大不如从前了 感觉整个脸都凹进去了 苹果肌下滑 领越来越长 变得完全认不出 真的是一言难尽 朴米英一直是韩国娱乐圈中 顶级美女 被称为韩国整容模板 笑容甜美 加上身材性感 很适合演一些职场女性 她演金秘书 为何这样的时候状态就很好 温柔 知性 端庄大气 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短短一年的时间 她的脸就越来越奇怪了 不少网友更是嘲讽表示 她现在的脸好像是一个自行车坐垫 朴米英是众所周知的整容美女 据说前后换脸数十次 才成为家喻户晓的大美女 从她以前的照片可以看出 与现在相比 她简直是换了一个头一样 不得不承认 她整容是非常成功的 但同样整容也是有风险的 毕竟不是原生态的脸 经过岁月和时间的沉淀 还是会出现故障 留下后遗症 感谢观看